军武速地 军情必达 近年来 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技术进展 备受世界瞩目 尤其是在高空飞行器的研发上 更是屡屡引发外界的关注与猜测 今日 美国媒体战区通过卫星照片 发现了位于中国西北新疆地区的一座超级机库 这座机库的规模之大 让人联想到中国可能正在开发一款 前所未有的巨型空中飞艇 报道指出 这座位于新疆的超级机库 可能是全球最大的飞艇机库之一 它的规模甚至能够容纳一艘尼米兹级航空母舰 其实 飞艇并非新生事物 它在军事历史上早有应用 早在一战期间 德国的齐柏林飞艇就被用于空袭伦敦等城市 尽管这些早期飞艇飞行速度慢 行动笨拙 很快在战争中被淘汰 但飞艇的巨大体积和长续航能力 让他们在二战后重新受到重视 随着技术的进步 大型飞艇开始在军事运输 高空侦察 战略预警等领域 重新展露头角 近年来 中国在飞艇领域的技术发展非常迅速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自主研发的 祥云AS700载人飞艇 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该飞艇不仅成功完成了 低空旅游应用场景的演示飞行 还展示了在低空加运输物流 低空加智能测绘 低空加应急救援等 多场景中的潜在应用 这表明 中国已经具备了研发和运营 大型飞艇的能力 而且 这些民用技术的积累 也为军用飞艇的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巨型飞艇凭借其独特的技术优势 在军事领域具有多种潜在用途 首先 它们可以作为情报收集和通信中继的平台 由于飞艇能够在高空长期滞留 它们能够覆盖更大的监视范围 此外 巨型飞艇还可以充当导弹预警的前哨阵地 及时发现并跟踪来袭的敌方导弹 为防空系统争取宝贵的反应时间 更令人兴奋的是 巨型飞艇还可能成为无人机 或其他航空器的空中母舰 通过搭载无人机群 飞艇可以在敌方防空体系之外发起突袭 这种战术在未来的高科技战争中 具有巨大的潜力 与此同时 飞艇的超大载荷能力 使它能够携带大量的装备和物资 极大的扩展了军队 在远程作战中的投放能力 尽管巨型飞艇的技术潜力巨大 但它们也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 巨型飞艇的造价非常高昂 其庞大的体积和复杂的技术需求 使得研发和制造成本居高不下 其次 飞艇的自卫能力较为薄弱 在战时 面对敌方的反导系统和高空防空导弹 甚至是战斗机的空对空导弹 飞艇难以进行有效的自我防护 只能依靠右耳弹或拦截系统 来增强生存能力 然而 这些挑战并非无法克服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飞艇的防御系统和材料技术 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 从而增强其在战时的生存能力 未来 随着无人机和自动化技术的不断成熟 飞艇可能会发展出 更加智能化的作战模式 通过人工智能来管理和执行 复杂的作战任务 从此次曝光的超级机库来看 中国在飞艇技术上的发展 很可能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更展现出 其在未来战争中的战略眼光 未来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巨型飞艇有望在军事和民用领域 实现更广泛的应用 它们不仅可以承担 情报收集 通信中继等任务 还可能在未来战争中 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 正如中国无人机技术的飞跃 离不开民用产业的推动一样 飞艇技术的发展 同样依赖于整体制造能力的提升 如果我们 quickãy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